自然疗法心得分享 接下来就是讲精神神经疾病跟睡眠障碍 精神疾病跟神经疾病 其实是很难分的 我记得我还在念台大医学系的时候 那个时候精神科跟神经科是不分科的 不分科的 那个时候不分科 那我有两个同班同学 他们也是精神神经科一起做的 可是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呢 变成精神神经科分科了 我认为分科是不对的 所以一个人到底是精神病还是神经疾病 有时候其实还蛮蛮分的 很多都是神经不好才引起精神病 其实我并不是很认同说 有单独发生的精神病 通常都是因为神经疾病 所以我曾经写一本书叫 精神神神经疾病不要而已 里面有一个口头禅就是精神病都是神经病 不是神经的疾病 是硬体的问题不是软体的问题 软体的问题不多 被捏带的怎样怎样 那种是软体的问题 硬体的问题比较多 所以基本上我精神疾病跟神经疾病 比方说你阿兹海默症 你到底是精神病还是神经疾病 有人会把阿兹海默症当成精神病来治疗 我有一个朋友 他妈妈大概70快80岁了 就被医生很多年的时间当成一个叫幻想症 精神分裂来治疗 哪有人到60岁才精神分裂的 没有啦60岁以后精神分裂大概都是脑神经退化 引起的症状 他一直吃药吃药一天吃20颗药你知道吗 一直吃 吃药就是说这个药没有效 就加另外的药 或者这个药有副作用 用另外的药来去克服它的副作用 后来他找我 我就说你这个 我看一些看老婆就知道是阿兹海默症 我说你就用我的方法 你就是用我的方法 断糖生酮饮食精气什么什么什么 加起来你把药全部给我丢掉 好了 还出国去玩了 因为有时候药物的副作用会让你趴在地上 这个是我很惨痛的 我很深刻的经验 是很多变成惨痛的这个经验 所以我是认为说 我这本书是大家如果要看的话 搜寻一下 精神神经疾病不要而已 网络上就可以免费看到 所以说到底是神经疾病 还是精神疾病很难分 所以说我常跟病人讲说 你这个没药医 病人很紧张 说我怎么会没药医 我说不要用药才会好 这样我知道了 那太好了 我最喜欢不要用药了 所以说脑神经细胞营养思量 四条就是精神疾病 今天因为前面已经讲了很多了 我不要在这里再重复讲 所以我就先提示一下就好 就是说精神神经疾病 我这个总结了 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第一个原因就是细胞内酸中毒 那么这个酸中毒 你就可以去那个 看我们的第六集 细胞内酸中毒 还有轻分子医学 你这个两个看完 所以说精神疾病的人 你一定要把身体里面的酸减少产生 用氢气用热疗 把身体里面的酸排得一干二净 排到没有酸好排 就好像把你家里的垃圾 丢得一干二净 家里打扫干净一样 就像这个人 这个也出现过好几次 这个很典型的 一个自杀的人 想要自杀的人 酸一排掉 就好高兴好高兴 心心好的不得了 一直哈哈大笑 像这个睡眠障碍 也是这样 就是这个酸一排掉 就好睡了这样 就矿觉的 睡眠中狂觉的就好起来 像这个前面的也是一样 失眠啊 偏头痛啊 脑雾啊 全部也都好起来 就是说 我们要怎么样减少酸的产生 怎么样促进酸跟 自由级的排泄 这个是我们最主要的一个任务 像这种忧郁症 偏头痛 脑雾啊 工作不应该达成 全部都是这样 好 第二呢 就是必须脂肪酸切法 所以大家要去看 生酮饮食这一章 做V糖 或者断糖生酮饮食 这个很重要 就是脑细胞要原料嘛 因为脑细胞 它是 大概六七成的 组织是油做的 还有 肠肉肺肉脑肉也很重要 大家看第二集 肠肉肺肉脑肉 为什么会引起精神病 大家看完就知道 还有呢 第四就是 碳水化合物 果糖 蔬糖吃 它也多 脑细胞呢 有些组织对葡萄糖能力降低 有些过度利用 就是同样一个人哦 他有的脑细胞对葡萄糖过度 有些是不会利用 就产生了各种不同的症状 他不是说一下子过度就全部过度 一下子过低就全部过低 它是不同的脑组织有不同的 所以大家要看这个葡萄糖果糖中毒这一章 碳水化合物不要吃过量 淀粉不要吃太多 免得酸产生太多 这个很多人常常说 哦我一吃饱饭就头昏脑脏 这就是淀粉吃多嘛 你改生通饮食以后 富汗菌水全个人就清醒清楚了 这个很多人做生通饮食的经验都是这样 再来呢就是第六二氧化碳过高 是脑细胞中毒 这个前面讲的第十集 二氧化碳慢性中毒里面也讲得很清楚 所以今天讲到夜后面啊 就好像前面都讲过了 不过是给大家一个提示 也就是说我不承认人有什么精神病 所有的精神病你能够用前面那些方法来治疗 绝大部分都会好起来 甚至包括老年痴呆 甚至包括八经肾氏症 有一些多发性孕化症 全部都可以全疫 大家有空可以上网看这个书 那也就是说回归到这里 脑神经精神疾病 代谢症候群 自体免疫过敏 全部吃同样的方法 就是把酸跟自由基排掉 然后抽血找过敏炎 然后要吃到好的油脂 下面中间 肾通饮食 吸进去做热光疗 所以这一篇其实要讲的话 两个三个钟头讲不完 可是我们已经切开了 切开了大家就好好的放在一起 一集一集去看你就知道了 欢迎看下面一集 就是广发性失智症